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麦 今天是7月27号 我身处的地方呢 是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华强北的飞扬市场 这段时间呢 也是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呢 咨询小麦说怎么都没有更新视频呢 这部小麦终于来了 给大家伙带来崭新崭亮的13polo 这个白色的 电磁一板 橙色99星的好货 这个拿后是46张 受14系列的影响 13polo呢 也比前段时间跌了一些 那相信大部分的粉丝朋友呢 现在一定还在纠结着 要选择14还是13polo好呢 那还是那句话 对于一妹子最求新机 不研究手机的果粉来说呢 那他肯定是买新不买旧的 毕竟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嘛 对吧 但是对于有研究手机果粉来说 他一定是选择13polo 这款机型 因为13polo毕竟也是上一代的旗舰机 不管是性能还是续航的 那都是扭压14的 现在很多粉丝朋友他就咨询小麦 说什么时间段去入手比较合适呢 那么现在14的影响 13系列也有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现在这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短时间之内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了 那手上这个13polo就是三东的一个老哥 托小麦帮他逃的 是要送给他夫人的生日礼物 之前老哥就已经在小麦这里拿了个13polo 马克思 但是他说他太太不喜欢大屏幕呢 所以就选择了13polo6.1的小屏幕 这是美版无锁三网通的 因为他太太呢只有一张卡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美版无锁单卡 美版跟国航的话就是一个单双卡的区别 其他使用起来也是一样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有喜欢13polo13polo马克思的 这款机型的都可以关注小麦哦